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史誉 文學 李宗盛 老師 李宗盛 這邊的做法 因為它其實是 大家想像 怎麼畫呢 好 這是溝好了 這是溝 所以 我們必須要 先 埋 石頭 一個距離地把它埋 然後再回填石頭 這樣可以理解嗎 不然的話 你如果直接回填 全部都回填这个会怎样 会冲下去 很好 大家都已经有概念了 然后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其实是 是这个但是里面其实有 这个这样防止它滑动 的东西 然后填到差不多这样子的 高度的时候呢 我们接下来就把 这个建筑的 边坡连根 一起切下来 像地毯一样切下来备用 草皮切下来备用 就是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就把底下的土 往回拨 拨到 它的深度可以 把这个建筑的草皮 种回去 因为在高山 植物长的速度很慢 我们如果老洞完之后 没有去做植物植被的覆盖 那它很有可能 怎样 又会坏掉 所以我们把草皮 种回去 让它后来就成功的继续长 就是 稳住这个边坡 这是两天做完完工的样子 那 其实我们刚好遇到有队伍 就是走上去 然后第二天走下来 我们还在原地 他们已经到嘉明湖了 我都从来还没到过嘉明湖 我不知道去过多少次 还没有看过嘉明湖 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就很有感 因为它就变成这样 当然其实也很多人没有感 因为请问你下来还会记得 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那时候做这个完了之后 台东领馆处他们就觉得 要坐一人一公斤 背那个碎石上山 因为其实 我们要找石头真的很难 山上 其实很多 都已经是变成很深的沟了 它一直冲冲冲到下面去 那光靠志工 要把这些石头 通通都搬上去 是很困难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想到说 让那个 践行的山友 每个人帮忙扛一袋 那些石头是在底下的 同样一座山的 底下的路边挖的 然后把它装袋 然后请大家扛上去 那其实 之前在嘉明湖 办那个工作假期的时候 就会遇到 因为现在嘉明湖很热门 然后大家都要抢山屋 然后那志工呢 像那个要去工作 其实也需要住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主张 就是像嘉明湖 或者是台湾的一些 比较热门的山屋的附近 如果有空地的话 其实应该要盖 志工专属的小屋 就跟美国一样 其实国外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志工专属的小屋 你才不会跟一般山友去抢床位 一般山友像商业队 他们就会开始骂 那个志工活动是耍特权 所以我想说 不然你们来坐坐看也不错 然后那因为担心 跟一般山友去抢山屋 所以一年他们就只敢办一次 然后呢 那一定要 志工也是要廉价才能上山 平日也不能啊 所以就一定会发生冲突 所以那一年办一次 其实是赶不上这个 一年三万多人的踩踏 然后一梯次才十五个志工 要去坐 这个是绝对赶不上的 所以那个也有很多人 他们搬石头 一人一公斤 然后就会觉得说 怎么都还没看到 这些石头被用掉 但是其实上一次 他们在山上做工作假期 其实一个下午就可以 把大家放上去的石头 全部都回填完 而且还不够 所以其实石头是真的很缺 好 但是是不是做完这个就没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做完这个之后的 前面是有做排水 因为 你要 你做完这个之后 其实每一个段落你的回填 就表示怎样 其实是有水冲刷 所以你要在前面做排水 这样了解意思吗 让水 截掉 那可是 山区 如果大家 大家大概很难想象 高山的水量大到什么程度 所以那个排水很快就满了 所以要常常清 所以山务管理员 他们后来就有在做所谓的步道工 就是以工石技术的方式来让他们去 例行的处理 但是那其实量都很少 这赶不上大众的破坏 所以八个月后 大概是这样状况 然后排水沟已经满了 然后再清 那山务管理员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之前填的石头好像露出来了 表层的土开始冲刷 所以后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带着协作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去做 把这一段改成 刚刚大家还记不记得 美国的老师做的那个立起来的石头的 这一段就是这样做 然后那做了以后 就会让它变成是一段一段的阶梯 就不是一个缓坡了 其实如果能做缓坡不做阶梯 其实很多人不明就里 大家觉得说像刚刚这样子 感觉是缓坡 如果能做缓坡不要做阶梯 当然OK 但是你要看这个地方的状况 所以后来用成那样子的方式之后 后来现在大家走的时候的状况 其实是这样 了解吗 就变成一个一个阶梯这样子 所以从这样变这样 就这样 这个四年间的环境的变化 那当然那个是嘉明湖的案例 嘉明湖还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是看不见它的存在 好 那我们也会跟大学做一些结合 像比如说我从2009年开始 因为在台大的关系 所以就带台大的通事课 去梅峰农场 每一年都会去做步道 那其实呢 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手作步道不是只是修路 它还有环境教育的功能 你看到那些大学生 他们一辈子第一次要克服恐惧 去到没有路的环境里面去拿石头 拿木头 然后本来很怕脏 到最后可以在那个地上 拖来拖去 就是他已经完全不会害怕这个环境 然后完成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 那这个是 OK好 反正功法就不讲了 这是他们施作的过程的一些照片 那手作步道还可以跟 那个社区的经济结合在一起 这个阿朗一的案例我之前讲过 没有吗 OK好 那我简单讲 就是你们有去过吗 没有 去过的是什么时候去的 好几年 你们应该不会由我们找吧 我们2006年去的 有比2006年早去过的吗 没有 OK好 我们那时候在做 大家还记得前里不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时候 环岛路线一定要经过这里 续海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这边就是台东 这边屏东 然后你看得到路吗 其实看不到路 然后没有什么人走这条 那后来呢 因为解除军事管制 所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千里不知道第二阶段是什么 来顺便看一下 大家还记不记得 第一阶段是 布道的环岛路线的串联 第二阶段是什么 很多人写作业都说 对这一阶段最有印象 布道守护与路网活化的阶段 所以阿朗一就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冒出来了 因为我们本来要把它保护下来 美丽风光 对不对 结果他要开公路 台26线 沿着海边开 那当地人当然觉得怎样 很好啊 那游览车客人就会很多啦 那但是呢 外地的人觉得怎么样 我们直接先看这个再回来 外地的人觉得怎样 这个最后的古道 最后台湾最后的天然海岸线 什么叫最后天然海岸 就是从那个低潮线往陆地 200公尺里面都没有人工构造物的 你看在台湾哪里有这种地方 对不对 好 那所以 在这个争议的过程中呢 那个杂志就报道说 天然海岸快要消失 请大家赶快去看他最后一眼 然后大家就去看他最后一眼 就看过了就好了 好 所以就涌入了非常多的人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发生什么事 原来我们2006年去走的时候呢 这个绿色是连续的 然后拉绳爬上去 现在的状况已经变成是怎样 两道沟 三道沟 这些过程 这前面大家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个不只是对环境不好 还有就是大家注意看 这边是很脆弱的碎石 所以每一个人爬上去呢 就一直滑 一直滑 然后又全部的人拉一条绳子 然后呢 我们就说 第一个树会被拉死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是不稳固的 然后就很危险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不断地在跟他们讲 说这个问题需要处理 所以后来在终于说服屏东县政府 所以说服屏东县政府 就是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那一开始我们本来想的是我们给当地的原住民上课 让当地的部落社区促进就业机会 付钱给他 让他去修路 这就所谓的故宫够料 那结果原住民来上完课之后呢 觉得太辛苦了 还是开路好 对不对 但是其实真的开路的时候 你看那些花东的公路旁边 大家真的会停下来进入社区吗 不会 所以最后你都剩下什么 在路边搭一个棚子卖东西 等着人家车子停下来摇下车窗跟你买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赚钱的方式呢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当地的社区 还有跟政府在讨论一件事 他们那时候已经在委托做自然地景保留区 然后那我们就是去跟当地的人沟通说 不管怎样你就是要 还是要发展生态旅游 那你现在每天就有这么多人到家里的门口 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来做 就算将来要开路 你也还是可以做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以要办工作假期这个方式 去跟当地沟通 什么叫生态旅游 那当地的人就会觉得说 那么辛苦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做 你还跟我讲说 有一群人要付钱来做 就是工作假期 三天两夜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要跟他们安排 时速交通 那那时候那个民宿都已经住满了 因为太多人要去爬山 志工没有地方住 怎么办呢 后来就请他们清点社区的空屋 有一个阿公一个阿嬷住整个透天的 空房很多 只有过年过节有人回来 那就请社区的年轻人去问他们 愿不愿意让别人住 然后年轻人帮他们做房屋 清洗 那结果后来 办工作假期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 让当地的社区的人感受到不一样 包括来的人的状态 然后我们在那个工作假期过程中 也设计了很多环节 比如说出去的午餐 是用当地的传统的食物 用那叶子包的 那这一些东西 就慢慢把社区的游存 他的资源发掘出来 然后那些去住民家的志工 他就意外地让这些 就是这些阿公阿嬷 独居老人 多了临时的孙子 有没有 他就回家 然后就等他回家 进门的时候聊聊天 然后那整个 后来所以其实 通过三次的工作假期 我们当然不可能把那个充实沟修完 后来又花了两个月是请公班 就是花钱雇用布农族的原民公班 全部把它做完 但是那个工作假期 其实它的重点是跟社区的沟通 然后我们要做这个操作之前 因为为了要总结收敛我们前面学的 大家一定想说 我们到底要知道植物 知道文史要干嘛呢 这边就应用给大家看 刚刚其实植物的部分已经有讲过了 那这边就来讲 我们那个时候要解决的是 那个充实沟的问题 有没有 但是充实沟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困扰 就是古道真的会有人拉绳子 走这么陡的路吗 如果以前这就是古道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 没有充实沟 现在才有呢 所以古道的路线到底在哪里 以前的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找文献 文献 包括 那个第一份文献是1877年 恒春之县周有基 新建十路 那在这之前呢 斯卡罗阿美族 马卡道迁徙之路 然后呢 在他的清朝文献里面讲到 出八窑湾北至资本社 百四十余里 皆一线海滩 环绕三角 怒涛冲击乱石成堆 那所以呢 有没有拉绳子 没有 然后我们又看1887年 有一个英国探险家 在那个潘文杰 夏郎桥十八社的大头目 潘文杰带领之下 走了这条路 他写了这些日记 听起来都是走在海上的石头 没有要拉绳子 好 然后那1898年 日本调查 或者是日志之后移居 总而言之啊 文献查过了一遍 没有拉绳子 都是说是石鹿走在海上 那怎么会有这个状况呢 好我们就去套叠百年历史地图 1898年最早的一份台湾宝图 一套呢发现什么 当时的海岸线 现在的海岸线 当时的鹿 现在的轨迹 高落点在这个位置 拉绳子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完古道的 还有地理 历史地理的文献确认之后呢 我们提出来的方案是改道 这样了解一下 就是不要再走现在的路 这路不是古道 是我们要重新 既然路已经在海里了 我们重新沿着等高线 找一条可以绕过这个高落点 比较平缓的路 然后呢 现在的冲石沟 我们就用消能的方式 然后让它慢慢地恢复 随途保持这样 结果呢 那当然啦 那时候 这其实会涉及到 那个文化资产保存的概念 就刚刚我们其实一直也有 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说 现在我们要依据文资法 划设自然地景保留区 所以要不能更动原状 我就想问 那个是原状吗 对不对 但是你要另外去开路 大家会觉得是怎样 你在保护区里面 另外开了一条新的 老洞的路廊 你会造成环境的破坏 然后我们在那边 修这个冲石沟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 那时候工作假期 用现地的漂流木 那个石头来做 因为一定还是要走这条路嘛 所以我们这条路要做成 可以走的阶梯 又可以保持 那个冲石沟的基础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做这个 做这个时候 那时候登山补给站 就是在 那是早期的靠北登山打小事 就是他们就在那边靠北说 有一群人 在这边坐水泥石阶 指责千里步道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们其实常夹在那个 我们是夹心饼干 就是不明就里的各种人 会对我们有各种奇怪的理解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刚刚做完那个之后 后来开始用同样的方式 后来大家走的应该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不能改道 一定要在这原地 那所以这一些 现在就是怎样 进去有总量管制 要雇用当地的导览解说员 那它就会促成 当地的人的就业机会 而它的这个就业机会 来自于保护好这个环境 然后而且他们每一年 要回训上导览解说培训 再取得一次资格 再取得资格的那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要来 自换坏掉的木截堤 那是他们的义务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 OK我们的自然保留区 保护了天然海岸 然后又可以对地方有序 这就是后来我们慢慢发掘出 搭配在工作假期里面的 无痕山林的餐点 你没有便当盒 对不对 然后都是用在地的 然后后来开始发展 古道周边的部落的 沿线的生态旅游的游程 然后那现在当然就不用我们推广了 其实我们常常很多事情 希望功成身退 就是我们离开 然后这事情继续这样子 这已经十周年 时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案例 我们有所谓的步道分类分级这个概念 你在公园形的都会步道 大家如果看手作步道1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案例 这是手作步道 但是你会觉得很大众 不像刚刚那么原始 那是因为我们要看在什么地方 然后那这就是大清的故事 这你们已经都知道了 也是在手作步道1 其实要做到的事情就是怎样呢 古道的复旧如旧 你看得出来这两张照片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青苔呢 看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是不是都换掉了 但它还是古道 这样大家能够了解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古道不是说就是维持它 当然这样还是可以走 我说的是那种真的已经崩了乱七八糟 它还是要维持它 这样才有古道的意境 其实古道是活的 而且它是在每个地方会长成不一样的 有没有 卵石的 就会有卵石的样子 那这个 这好像上课的时候 有播过 排湾族的传统功法 他们说没有耶 小高 影片我不播了 因为其实已经没时间 但我讲一下排湾族 就是我们开始起心动念 要做荣誉步道师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从这个阿公开始的 我们那时候屏东领馆处说 他们要请我们去做旧达来的生态旅游 然后做工作假期 那我们要做任何的工作假期之前 一定会做刚刚的那些事 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的调查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叫社区访谈 跟着社区的请齐老带我们去走 那时候就出来 他那时候八十几岁 他现在已经九十岁了 他带着我们去走那条叫辞职坡古道 那为什么叫辞职坡呢 就是从屏东走到山地门 还要再走到雾台去上班 以前的公务人员要走古道 走到这里是一个很陡的路 就想辞职回家了 就叫辞职坡古道 所以呢 他就是一条很陡的路 这样了解我一下 遇到陡的路我们就会怎样 屁屁刀 为什么 因为充实很严重 这样大家有没有那种概念 好 但是我们要处理充实沟 大家记得刚刚都是怎样 大石头在里面阻挡 对不对 好 结果这里没有大石头 我们 那个旁边 能够看到的石头就这么大 那我这个 是叫巧腹难为五米之吹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大家说 你看到石头 就觉得很开心 那所以这个阿公呢 他就教我们一种功法 他就说 有一种做法 这个 其实他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因为我那时候 我跟他比了一个动作 我就比那美国人的那个做法 我就把石头立起来 然后指给他看 说我要在那边坐 像这样子 然后他就 他就跟我讲说 怎么干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他不会讲国语 你知道吗 他是 然后中间有个年轻人在翻译 然后这个阿公 突然看到我之后 在动作就说 怎么干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听起来怪怪的 那个后面那个字怪怪的 然后我就问那个年轻人说 阿公说什么 他就说他不知道 我想说他是不是生气 然后他就问问问之后 他就回来跟我讲说 阿公说你刚刚这个功法 在排湾族的母语 叫怎么干 然后我就说 你们把石头立起来 有这个说法 那把石头放平呢 把石头放平 他说叫怎么打 然后我就开始拿笔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用罗马拼 开始拼 然后后来就给 他们的母语老师去确认 大概60岁以下的人 都没有听过这个字 意味着什么 没有做就失传的语言 在语言里面 蕴含着身体的知识 末会的知识 文化的传承 然后呢 我就问他 我开始问他各种 我说那如果把石头叠起来 你们回去看影片 他的旧部落两边是石墙 我说那种叠 那个气石墙叫什么 他就说 你要问动词还是名词 所以然后一个叫mubu 一个叫wubu 然后所以我把这些说法 通通都记下来之后 开始意识到什么呢 就是各个地方有很多传统骑牢 他们在凋零 然后这个东西没有人记录 那时候我本来找了 我们千里不知道找文化部找 圆明会 希望他们来开办这个奖项 来肯定他们 他们就觉得古道不是什么需要那个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自废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后来不是在折折募资吗 这是第一次尝试募资 之前都是我们千里不知道 自己募款 自己做 办荣誉步道师 表扬 每两年表扬三个人 然后找法国导演 去记录他们的功法 然后放上网站 然后表扬给他们微薄的奖金 请他们全家上来领奖 然后请社区来传承 所以这是后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前面这个就是用我说的 那个美国人的功法 然后做的比较大块的阶梯 那就做完了 接下去就没有这么大石头 都这么大 那你看到这种功法呢 就是女生非常喜欢的功法 因为完全是很轻松的 就是一个石头就在旁边 然后就做好了 所以他们做完 就会变成是像这样子 在一个斜坡上 你不会出现阶梯 然后可以抗冲刷 那这个功法就是 这个地方独一无二 你把这个90岁的老人 放到别的地方去 他也不会做 因为石头不一样 那但是我们前两年 在做屏东卢凯排湾古道 调查的时候 我们开办了年轻人的功法训练 就请这个90岁的阿公来教 因为他们各部落都已经没有老人家会做 所以在我们的 这个我就举这个例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荣誉步道师起心动念 后来现在已经有三界了 那影片再请小天使 分享给大家 大家自己在家里的电脑看 这样好吗 那所以总结来说啦 手作步道基本上是 也不是自己动手做就好了 这三角关系很重要 政府的授权跟支持 提供合法性 还有在技术上面的确保 专家带领 然后呢 社区跟志工的参与 这三个的合作非常的重要 OK 好 那我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刚刚就说不要休息 但是没办法讲不完 好 那手作步道跟无痕三菱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作业已经出了 大家知道 哦 哈 OK 因为 好 我这一次有按照 大家在作业许德院提早先讲 那我们再讲一次 其实大家觉得先讲跟后讲有差吗 好 那我们请问刚刚已经知道题目的人 现在还记得吗 三百字写 说自己的事 现在还是出来了吗 三百字来讲说 你觉得手作步道是什么 OK 好像类似就是类似 就是用你自己的话 向别人介绍手作步道的话 你会怎么说 好 然后是 三百字是一个参考 但你也不用写很长啦 那用自己的话意思就是 不用去千里步道网站上搜寻复制贴上 OK 是 你用自己的话 你听完这么多 你应该会有一些想法嘛 然后你会怎么跟别人说 这样好不好 OK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就是户外课了 去实作 那大家都已经知道实作的事情 我们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做好保护 OK 好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